今天我们来一起聊一下我所理解的传舞啊 硬核养生的概念 我们在这个视频中会举几个东方和西方 都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的身体情况 大家看完这个视频以后 可能会感觉其实你养生稍微硬核一点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两天很多没基础的小白呢 来申请我们的免费课 他们会经常的问我们 帕老师你的太极拳和行李拳 你们练不练气啊 养不养生啊 修不修单道啊 其实在我们看来练气练周天啊 包括练什么单道 可能跟我们所理解的武术养生的概念就不太一样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先来看几个例子 首先第一这两天我看到一个泰拳的一个老师 接近60岁了 大家看他小腿上的肌肉 上身的肌肉 我们都认为其实泰拳啊 拳击不养生 但是您一看这个老爷子 他还能有这么壮硕的肌肉 包括在打靶的过程中 空击的过程中 力量非常的流畅 你说老能欲重啊 这位老爷子绝对60岁可以打 两三个不会的年轻小伙子 没什么问题的啊 包括西方 我们先说西方 拳击中的泰森和罗易琼斯 他们两个人打了一场比赛 他们两个年龄加起来都超过100岁了 依然能够在50多岁的时候 能打一场六回合的表演赛 但是反观我们东方的这些养生 其实我们看看身边的这些朋友啊 特别我接触到的一些学员 大家会发现我们到了50岁以后 特别55岁 很多人就已经老年态很严重了 因为大部分人对于内加拳的一个刻板印象是 我放松 我尽量的减少我能量的消耗 我的心跳不要太剧烈啊 然后我就能够活的时间更长更久 其实并不是这样 大家如果看看钟南山先生 他84岁了 看他壮硕的记录 我感觉说他像50多岁的都有人信 包括我们之前视频中讲到的一位老爷子 那个老爷子好像也是80多岁了 跑400米 跑800米 他的成绩非常的好 我们大家对内加拳养生的刻板印象非常的严重 我们镜头前看这个频道的朋友们可以去试一下 你找个400米的草场 我们不要说赶上这个老爷子的成绩了 就是一般人冲到100米就没劲了 冲到200米就腿都软了 真的你们可以去试一下 我们看到以上的这几位老年人 60岁的这位练泰拳的泰森 80岁的钟南山先生和80岁的老先生 他们无一都体现出非常的年轻态 所以我很想跟大家沟通一个概念 就是硬核养生 什么叫硬核养生啊 大家看古代老前辈怎么养生的 像洪君生先生 他活的年龄非常的大 他自己讲述他在练拳的过程中 累得一度腿都抬不了 他自小好像是心脏不好 或者是肺不好 每天只能慢慢的散步去锻炼身体 但是随着他刻苦的练习 练到什么程度呢 上床的时候腿都抬不起来 得用手拉着把腿放到床上去 累成那样 到后来身体非常的好 成为一代高手 而且活的时间非常的长 包括像王湘翘先生 他们过去练大成拳练行翼拳 他们都说我们站桩哪这么轻松 我们站桩像上行一样 不到一两个小时 老师压根就不让起来 累得你的精神也好 意志也好 所以在这些老前辈的引述中 我们会知道过去练武是很苦的 你只要练的苦 你的身体才会好 才会变得很硬核 活的时间长身体比较健康 我认为这是内加犬养生的正道 如果我们一味的迷信松 一味的迷信心脏不能剧烈运动 甚至不能去练力量 包括之前我们一个视频也讲过 人的肌肉其实每年都是在流失的 你越不练力量 你的老龄化会越严重 大家如果看看周南山先生 84岁 再看那个跑400米的那位老先生 就会明显感觉两者 精神状态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关于养生和练功 很多观念是跟大家不一样的 大家可以申请我们的免费课 具体的去看一下 因为我们无论是做养生 还是练功夫 成才的概率都很低 练权者千万成就者一二 必如千分之一 我们大家都想成为那个分子 但是我们大家都往往都信一些 比较轻松比较虚幻 因为人性本懒嘛 我们大家都想不累 不劳累就想获得比较好的效果 那我认为大部分人会成为那个分母 而不会成为分子 一个视频的时间太短 大家不一定能做出判断 可以去申请我们的免费课 详细的去看一下 可能你养生硬核一点 对于大家的身体也是更好的